5月6號的早上7點15分左右 山西勁中的一個建材公司粉煤灰倉 發生了青島 造成7名工人被困 經過緊急救援 5名工人在當天中午被救出 送往醫院救治 另外兩人的位置也基本確定 昨天上午11點30分左右 第6名被困人員被搜救出來 截至昨天下午還有1人被困 記者從現場指揮部獲悉 搜救工作從6號的晚上開始 連夜進行 現場救援人員根據實際工作面 最大限度增加救援工具4台 經過一夜工作 湧出的粉煤灰已經泄壓 不再向被困人員所在的車間流入 我們期待著被困人員 能夠被快點安全救出